今場八強賽是石地愛好者研究石地足球歷史的課題 林家衛在石杰美街場出身 和團就代表近代石杰美足球界 兩者都是象徵技術要控傳足球的層面 在命運的安排之下 以過職業生涯高峰的林家衛 以巨星的姿態空降的金界東南海盃 遇上今年的和團 蕭銘歸隊領軍 最有權踢出理想控傳足球一年 上半場雙方都知道這場是世軍歷地的世紀之戰 雙方都非常謹慎 沒有太冒險做前場壓迫 都是收到自己半場防守 標準的用球方法 六個場區的球員都拉得很闊 球員和球員之間有一定的距離 而且大部分球員都是主要拉邊 結果拉開和團的防守陣 令到和團的防守和球員之間距離很遠 整個上半場的防守都變得Bandmark 沒有以往聯防收窄空間 再加上標準球員 特別是嘉偉和早年勞 擁有極佳的球感和身體對抗性 以背著拍球硬正的和團球員 做出成功的控球和護球 結果上半場標準的控球成功率 和時間都相對長 攻勢都較多 再加上標準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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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團想用小組入甚組織 可惜對方的佈防極力性極高 基本上和團球員即使給到球球 標準球員一起收窄空間 小明被包圍之下不能轉身 只能第一腳回後 和團只能夠向邊發展 但對方的邊路球員狀態好fit 再加上聯防收窄空間 馮立威和李國威 未能是他們最擅長的1-1 佔有甜頭 結果上半場沒有做到很具威脅的攻勢 將軍和防守都是被對方比下去 如果不是龍門借為男友超賽的表現 上半場可能不止輸一球 上半場和團完全被壓制 下半場球隊作出全場壓迫 令對方下半場難有猜上組織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 迫搶成功打亂對方的節奏 令對方穩固的佈防出現混亂 小明開始有機會在禁區內突破成功 加出巨威脅的傳送 比賽下半場難有一次猜上組織的機會 用波哥時 對方高速的迫搶未能夠重整節奏 只能向前反擊 比賽下半場合 當然現在位超班的級數 亦都交出全場驚嘆的直線 差點打破謝偉男的十字關 標準被動地依賴了反擊 並不是他們的風格 標準教練團在下半場未到一半的時候 換入球王展宏 希望穩定球隊的節奏 結果控球權上面有很大的改善 但防守布防上明顯穩定了 接近石地頂級的可樂 今場面對外籍前鋒 無論身形或戶球技術都極之出眾 可樂運用他高速度的埋球 希望減低祖蓮奴的威脅 但祖蓮奴背著對手踢球的技術太高 成功博到可樂的犯規 更令到他一分鐘內兩黃一紅被逐出場 最後標準輕易猜穿踢少一個和團 由王展宏輕鬆射入結束這場比賽 標準無論在防守布防 用球的穩定性和質素 進攻創造性和身體對抗性 球員的狀態都處於上勝水平 四強將會面對鐵聯 或者沒有益成的圖藝